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不断 而且还有持续升温的一个迹象 尤其在最近中国出动了38艘的船舰 去阻挡菲律宾前往仁爱礁来进行运捕 我想请问夏伟哥 在这一段时间中国动作频频 这片海域对中国来说 有什么非常不可的理由吗 其实当然这片的这个海域 那最早其实是中华民国把它化为领海的 我们过去内政部防御师呢 就化了11条线 把它化到我们这个领海里面 那后来当然北京就是继承了 中华民国的这个领土宣誓呢 它也把整个这个11段线改成9段线 但是过去中共的力量不强 那其实你知道南海之间 这中间有很多这个变化 像譬如说我们知道 以我们来说 我们中华民国站着这个整个 在这个南海南沙群岛里面 最大的这个自然岛屿 就太平岛 那岛上还有淡水 我听说喝起来有点咸咸的 但是是可以饮用的 那这个时候呢 过去啊 其实那个我们原本在接受 这些你看包含这些什么楚币啊 南勋啊 勇蜀啊等等 都是我们中华民国海局去命名的 然后去命名之后 在岛上盯个戒碑 咕咕咕咕 盯个戒碑 但是我们人撤走以后呢 那个戒碑留在那边 那后面呢 像你这种无人岛 你无人岛 谁站上去就是谁的 像比如说 离太平岛最近的 一个叫敦迁沙洲 过去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 在民国60年代的时候 有一次台风来啊 那想说 那个敦迁沙洲比较小 就把驻军叫回来了 就驻军一叫回来 哇不得了 那个当时的南越共和国 居然就上去把他给站走了 叫回来就回不去了 对 真的回来就回不去了 你知道 然后那所以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那现在中国大陆 它实力变强了 中国实力变强了 你看 它包含在楚币礁 永蜀礁 还有呢 包含美济礁 对 它都把这些 原先的这个岛屿 用填海造陆的方式 变成了 由礁变岛 小岛变大岛 而且呢 小岛要塞化 大岛基地化 像中共 它现在这边 填了这三个大机场以后 对不对 它整个区域控制力 就大会增强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就希望把过去 被一些其他国家 占的这些礁 像什么 其他这些礁 慢慢的一个一个收回来 那仁海礁的情况 它比较特别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 因为呢 大概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这个二十多年前 那个菲律宾 把一艘快要除意的 这个战车登陆舰 那个战车登陆舰 其实我们中华民国 海岛很多啊 就是我们那个 老中之号那种黑色 它呢就把一艘快要除意 你看就开上去 然后呢 它那个船反正已经不行了 然后呢 它就让它在上面 整个船就 那个搁浅在那边 然后呢 搁浅在那边 底下让它继续烂 但是呢 上面上层结构 可以驻人的地方呢 派了几个菲律宾的陆战队 在上面驻守 而且有定期派人上去运搏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菲律宾说 对不起 这个人爱交 是我们的 这个 现在 中共是希望呢 借由 阻挡它 这个补结方式 能够把这个人爱交 慢慢的逼菲律宾的 这个力量推出去 但说真的 菲律宾也不是省油灯 它自己现在的国力 还不够强 它的国力也在 逐渐增强中 但是它的国力 毕竟跟北京来说 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 大家不要忘了 菲律宾 是谁的好兄弟呢 是美国的好兄弟 它跟美国有签 美非 共同防御条约 所以对中共来说 它也没有办法真的打 因为为什么 它真的用打 用武力的方式 夺下来的话 就会启动 这个美非 共同防御条约 会让后面的美国大哥 也要跳下来 跟中共在这个地方 就直接会发生冲突了 所以现在它用的方式 就是慢慢的 慢慢的把你挤压出去 比如说 它这次派船出来 你的这个船 你要来运捕 对不对 我就想办法 在海上足成一道 海上长城 让你的船过不来 或甚至你看 它用这种执法的方式 对你的菲律宾的 这个补给船 喷水柱 我让你喷水柱 让你船灌满了水 然后你因为 为了躲避我的水柱 你势必不要往回走 然后才能把那边的水抽掉 然后继续再来 或者是派快艇的时候 中共就派快艇 就拦截它 在海上你看 就像这样围堵的方式 我用海上 用船给你搞一圈 你这个船 陷到我这一圈之后 你就出不去了 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前进 它就用这样的办法 希望能够逼到 那个菲律宾 主动放弃这样的仁爱舰 当然对菲律宾来讲 首途有时 我最后就算用直升机运补 我也得要这样运补 所以双方 未来在这个地方 还有的看 至于你说 老公现在为什么会 那么重视南海这一块 当然第一 我们刚刚讲到 它国力强了 原本你看 它本来在这边 大概只有占西沙群岛 后来南沙群岛 慢慢一个一个占 但是这些岛 它原先当初占的时候 都很小 像比如这些储币礁 永属礁 你说它为什么会叫礁 就因为它其实只有一小块 那个土地 你知道 你站在上面 甚至搞不好 两个阿兵哥站上去 你知道 那个潮水涨上来 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但是他们现在透过 填海造陆的方式 比如我们刚刚讲 不是造了那个 三公里长的这样的机场 然后整个都弄得很大 就变成说 它现在有能力 从这个海南岛 就海南省 迅速的派部队 直接进到这边来 虽然说 它并没有用到 真正的这个解放军 它还是用到这种 所谓的警戒的这个力量 也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海警等等 用这个水上警察力量 但是呢 它也要用这个水上警察力量 逐渐地把这些 这个菲律宾的力量排出去 而且因为过去 在这个地方 它比较靠这个航道 比较靠这个地方 靠菲律宾 菲律宾这地方海盗很多 其实中共 它现在慢慢来这边之后 那个力量强了 海盗相对在这个地方 也活动也比较低调一点 那这个时候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 更大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 这些礁底下 其实附近的这个海域里面 有那种所谓的 就是水下的油田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叫可燃冰 什么叫可燃冰 就是甲烷 因为过去甲烷 它被封在这个水底下 是呈现成一个 那个就是冰块 冰状的这样一个甲烷 对 那这种甲烷 其实都是未来 可以开采这个燃料 而且相对来说 甲烷燃烧 比一般的化石燃料来讲 它的这个产生 二氧化碳什么都要少 所以现在未来 就是说这些国家 它希望能够在这个区 拥有这样一族之地 它未来去开采这些 海底的这些可燃冰 或是水下石油 它更有利益 当然除了这一个领土的部分 以及在水下资源的部分 当然这个是重要的航道 当然中国现在经济不好 也是基于它每年 五兆美元的一个经济的价值 不过关心完这个部分之外 南海有可能会成为 下一个军火库吗 不知道 但是我们先来看到以哈冲突 现在在加沙地区 可以看到医院不断地被攻击 而且医院现在燃料 也都已经不够了 虽然说现在以色列跟哈马斯 都在讲说是你干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 曾主党也要来搅局了 对 为什么 因为其实曾主党之前就讲了 当然现在在加沙地区的情况 真的是越来越糟糕 包含你看 像加沙卫生部就说 它有一个医院 在夜间被命中 当然夜间命中 到底是谁干的 又是一个无头公案 两方讲不清 但是也不可否认 就现在加沙地区你看 像这些小宝宝 它们本来出生以后 如果营养状况不好等等 或早产 就必须要住新生儿加护病房 要住在保温箱里面 对 但现在你看 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完全实施 这种所谓的断绝政策 不给水 不给电 然后不给油 让你维持生存 这样都有问题 这个时候 这些医院就慢慢的 就缺乏燃料 你说这些小孩 在医院里面可能就没有办法 足够让他有足够的保温 所以哈马斯 他现在对于这个部分来说 就指控以色列攻击医院 但是以色列也不是水油灯 因为为什么在整个加沙地区 我们讲到那个地道 如新罗 那个新盘之间 在底下 那一米一米麻麻 那这个时候 其实哈马斯他们也利用 包含经过医院附近的这个地道 在进行这样移动 这样就可以 就是说 认为 以色列可能会投鼠忌器 对不对 万一打了医院 又招了一身心 被骂得很惨 但其实以色列现在 他基本上来讲 他在加沙地区的攻击 他是越来越做 要做到金碧青野 也就是说 他经由一个节点 一个节点去 把他击破以后 要把节点之后方的这些地道 整个通通摧毁掉 所以对以色列来说 他必须要去 做这种攻击的动作 当然曾组长 这个时候也带了新武器 来搅局 干嘛 因为曾组长 他们其实本身 还有包含无人机 还有他们自己做了 布尔坎的 这样一个火箭弹 他这个火箭弹也好 飞弹也罢 他一次大概可以 一颗可以带 300到500公斤的这个弹头 射不远 但是一颗 这个爆炸起来威力很大 所以现在曾组长 也三不五十 就射了一颗 那当然了 是不是也是因为 以色列在边境的这个部分 动作太大 让这个曾组长 有点冻过去 要给他压起来 要给他咬一下 那当然其实 以以色列来讲 我们刚刚讲 他距离摧毁 这个哈马斯目标还多远 他们现在自己都说 以色列参谋部都说 目前现在有点像是全赛 打到第四回合 为什么呢 因为哈马斯有 三到四万名士兵 现在只有大概 打到大概10%而已 那后面还有 大概90%的兵 要慢慢的去把他们 统统猎杀 不过当然了 对于以色列来讲 那以色列在国际上来说 不管怎么说 西方国家还是帮助他们的 在这样的一个 长期抗战下 那荷兰就宣布 把他们F-35的这种 零副料件 就提供给以色列 让以色列的F-35 栽机能够持续作战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以战机来说 战机在进行运作的时候 它都会有所谓的叫 定更舰 定期更换舰 那这种定更舰 就随着你飞机的出击率的 如果大幅增加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更换的 那个频度就会更加密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以色列它就有很多 这个定更舰 发现数量不够了 那因为它本身 以色列来说 它也是F-35的使用国 那荷兰也是 他们这些 F-35的这些买售国 就会在国际间组成一个 叫做International Society 国际的这个一个协会 那这个时候以色列就说 我现在缺这个东西 谁能够提供 台湾就说我可以 那它就可以提供 这些零件给以色列 那如果未来 以色列甚至于用的 越来越不够的情况下 甚至还有可能其他国家 也会透过这种国际 同样武器的国际协会之中 去寻求零件这样的帮助 这在国际间 武器使用跟购受商来讲 是非常非常频繁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会说 你这种采购 使用国外的武器 它的确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优点 政界 商界 演艺界 跨界揭秘 众爱 选案 逢极案 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 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 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请锁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网